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有一句古话常说 酒肉喝在肚子里,自然心中就会有佛祖 这句话传遍了大街小巷 很多学佛之人都以此为借口 然后就没有负担地吃肉 但是这个观点难道不是在混淆试听吗? 修行人一边吃肉一边念佛还有功德吗? 高僧揭露惊人真相 99%的人都理解错了 看完大吃一惊 一、济公为了救济百姓而吃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和尚 这位和尚为了救人就喝酒吃肉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山贼绑了逃到寺庙的难民 而这些难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 和尚看着这些受难的民众 却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山贼就对着和尚说 如果你将我手中的酒肉都吃了 那些人我自然会放他们走 然后和尚犹豫了半天 就拿着酒杯对山贼说 我用酒带茶敬你 说完之后就全部喝光了 然后又拿着肉说 我用肉做菜 和尚吃完之后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山贼看到眼前的样子 非常的惊讶 他认为和尚是不会犯戒的 但这之前也已经承诺了 山贼便将寺庙里的难民都放走了 这位和尚就是有名的济公 而济公是为了拯救百姓 破了戒律 济公还嘲讽地说 世上的人若都是学我的样子 必然会坠入魔道 因为一旦破戒 可能就会控制不住 这也算一种修行 可见济公的境界非常之高 是普通人不能够达到的境界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其中好的地方 比如他将肉转化为道 就是在吃肉的时候 心中想的是百姓 受苦的那些百姓 将欲望转化为慈悲的心态 所以吃肉这件事情 也算是一种修行方式 但是如果不能够控制 反而以此为借口来吃肉的话 那之前所修行的功德全部报废 所以说能够不吃就尽量不吃 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二 孟参长老开始吃肉念佛 孟参长老是有功德的 也能往生西方 如果是你 能不能达到一心 在你吃肉的时候 你要是做官 想吃众生肉是不对的 没有大慈悲心 你要用另一种观点 一个随缘 一个做观想 一个给他用说法的不失 你用法说说他 你给他回向无量寿经观 无量佛寿经 阿弥陀经 都没有说吃肉不能往生 但是我们要晓得 佛为什么叫我们不仿生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自己都不是那么想做 找个借口 经上没说 反正不吃素也没有问题 那你就别吃素 肉滋味不错 反正吃点也不会障碍往生 你这样想 这是你贪图享乐 贪图享受的那个心 本来就不是真愿意去往往生的心 你怎么能往生 信愿不具足 所以总在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检查检查 到底是你真想吃肉 还是不得已家里人都吃肉 逼着你也要吃肉 你是没办法陪着他吃一点 凡是你吃到这个众生的肉 你给众生回向 让它消灭 别再变畜生了 并不是他这一生变了畜生 或者变鱼 变了牛羊 变了猪 你吃完就算完事了 他生生要变的 伤害了他 把肉还了 他又去变猪去了 不是一次就完了 你要这样给他回向 使他了脱 别再这样轮转了 给他结个圆 你要是这样 在吃的时候 不是为了享口福 不是为了吃味道 如果你要吃了 嫌这个榨的味道不好 或者炒的味道不好 调味不具足 那可就糟糕了 那你就是真正吃众生 那就不是修道了 怎么样善用其心 其实最初的规定是 僧人不得吃葱 江江蒜一类 气味腥窜 佛家尚有可食三斤肉之说 必须吃素 是始于南北朝时代 南朝的梁武帝的提倡 才在汉朝佛教内普及的 是汉传佛教的特色之一 藏传佛教 因其地理环境 条件限制等原因 其僧人 除了某些发誓 终生不吃肉的高僧外 也都有吃肉的习惯 而在日韩 东南亚等地 都没有要求 一定要吃素 他们主张 可以吃三斤肉 3.佛教中 吃素食的原因 其实 就是为了慈悲心 能够得到 很好的培养 在众生中 是分为有情的众生 和无情的众生 比如植物 就是属于无情的 而动物 则被归类为有情的 因为他们遇到死亡 会无法了脱 其实 从另一方面来说 植物如果是有感情 也是人的慈悲心 所体现出来的 但是 我们不能够太过悲伤 不然会掉入心魔之中 一辈子都无法解脱 所以 我们不能超越一个层次 就是人的层次 去解释法义在天界当中 是以义为实物 但是在禅中 是以金业为主 而鬼道之人 就是以精气为主 很多佛学理论中 导致了众生 要产生慈悲的心态 凡是伤生之事 都是不能做的 而伤生戒律 以及素食上 是最方便的教法 所以要遵守这一定律 不然因果报应轮回 遭到报应 其次是肉是比较油腻的 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 比如 会有消化不良的现象出现 心中的气还会不顺畅 严重者会出现投因的现象 所以 这样就不利于修行 会阻碍你的修行 但是蔬菜一类的食物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蔬菜一定程度上 会让人感觉很清爽 头脑也是十分清醒的 但其实 信佛跟吃不吃素 没有实际上的联系 汉朝的时候 佛教坚持着要吃素 这是汉朝的习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 有着真正的佛学 也就是不犯戒律 以及不违背因果 自然就会有着一颗 想要从善的心思 所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动物在被害的时候 情绪是痛苦的 害怕的 所以体内就会聚集毒素 如果吃肉 就会对人体有害 而且 在很多佛学理论当中 大部分都是在说 吃肉有着危害 如果世上 没有人去吃肉的话 那就不会有人伤生 有人吃了 就有利益的牵扯 所以 我们为了修行 如果要想修行成功 就不能够伤生 所以 很大程度上来说 能不吃就不吃 而且 吃素 其实是最好的放生行为 吃素 不但可以培养慈悲之心 还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体状态 现如今 如果有很多人尝试吃素的话 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 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去吃素 只能尽量去避免 所以 在吃肉过程中 不要贪图口腹的欲望 并且能够有着慈悲的心 然后回馈给众生 这样 福报就不会消失 如果你有着吃肉的欲望 是为了自己的话 那便失去了意义 所以 在生活中要切记 不能够贪 一旦贪 就会陷入循环 对肉产生依赖 福报就会慢慢消失 在修佛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过分在意吃什么 而是要注重内心的改变 所以 在修行的过程中 最应该做的 就是去斋戒和布施 这样 就会得到更多的福报 所以说 无论是吃什么也好 只要心里念着众生 有着慈悲的心态 就会有着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